针对复兴航空ATR机队接连失事危机 民航局处以要求复航 针对发动机等执行一次性特检外 也审慎考核复航驾驶员的试之性 目前第一阶段口试结束 受测的55人中就有10人没过关 必须停飞再受训 目前复兴ATR机队的机师 我们给他进行两个阶段的考试 已经第一阶段口试部分 已经进行了有55位机师 有10位就是必须要再加强训练 要加强训练这10位机师 当然就不能派飞 第二阶段如果考步合格的话 一样要加强训练 就是暂时那个机师就不能派飞 至于驾驶员停飞造成的缺班 复航除了吊派大型飞机支援外 民航局也携请其他航空业者支援 希望将运输量冲击降至最低 每天大概有4层的航空班会受到影响 基本上当然复兴航空也会用 比较大型的像Alba 320或321的飞机 来派飞来支援整个一个他们的运输 也会携请另外三家航空公司就是利隆 还有华信还有引动航空公司 来协助这个输运来补这个不足 复航的第二阶段模拟机数科考验 预计3月底完成 民航局强调 外来除了针对航空业者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外 若发现潜在风险也将立即要求改善 中央社记者张志燕洪黄军台北报导